嘉琳 我听说当初你回到我父亲身边 是为了替陈家夺回东亚 是这样的吗 你母亲告诉你的 说实话 我对银行没有兴趣 这你是知道的 这些年 只有一件事情纠缠着我 让我放不下 我们明明当时是真心相爱的 你到底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我 为什么你会选择我父亲 如果你这么做 是为了家族恩怨 我反而轻松了 我会马上原谅你 甚至于心疼你 哪怕全世界的人 都骂你是个阴险狡诈的女人 我也不在乎 我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你 绍文 别说了 为什么不能说 你只要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我只想要一个答案 我们是相爱过 但我们不合适 你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 在家庭的庇护下 安安稳稳地长大 你想要的 是一段安逸舒适的人生 但我跟你不同 我从小就没有了父母 从小就流落街头 但我不认命 我不安于现状 无论是社会的陈规 还是别人的议论 都束缚不了我 绍文 我早就知道 我们太不一样了 即使是勉强在一起 也不会幸福的 迟早会分手 即使是你父亲不出现 我不相信 什么合适不合适 那都是借口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男人 会比我更爱你了 我为了你 可以取投保林的档案 为此我丢了一生执照 但我一天都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知道 你也爱我 家琳 我了解你 你最后跟了我父亲 肯定有什么隐忠 你告诉我 是不是我父亲逼你的 你真想知道 当然 好 当年你父亲 为了拆散我们 给了我十万块钱的支票 起初 我感到很反感 甚至觉得很屈辱 不过当他帮我领回妹妹 给了我半山别墅 还给了我最豪华的享受 突然间我发现 凡是你做不到的 他都做得到 我渐渐依赖上了 他和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 如果你也过过 我小时候的穷日子 你会马上明白 我这样一个女人 只可能被你父亲 这样的男人吸引 我明白了 你根本不相信爱情 不 我相信 但我只相信 有实力的爱情 我相信 你真的不相信 这次並不相信 不要再喜欢 贮助 有净 我说 你恤 这次乎 恤 大叔 这次义 你 小丑 这次 去 在内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